開始的時候政府之所以不願意買BND 不願意很積極的買國外的疫苗 是要護國產疫苗 因為那時候疫情不嚴重 想說這個時候反正不嚴重沒關係 然後把國產疫苗搞起來 對不對 搞起來 那這有兩種心態 一種是真的希望扶植國產生計 一種是生計幫要炒股票嘛 股票漲了多少 對不對 什麼時候才放 什麼時候才放衛福部什麼行政 才放國台銘跟台積電 蔡英文說我們也不急著七月抵達 完了以後就急轉直向 蔡英文說我七月底要打國產疫苗 說誰敢放啊 所以就是要護國產嘛 護國產也不是不好的 我想你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你真的就要扶植國產 還是要炒股票嘛 你自己去想想看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美中因為在激烈的對抗 所以剛剛許委員說 美國人講話對 美國人講話 尤其對中國根本都不對 彼此是你也都兩邊都不要聽 都在罵對方 哪有句好話呢 他們現在是敵對的嘛 誰最清楚 我們會比美國不清楚嗎 對不對 而且他們兩個敵對競爭 也不見得不好 我講過嘛 老共現在大陸給國外的三億 五千萬劑疫苗 美國就說明年開始 我要給五億劑 很好啊 他有三億 你有五億 全世界窮國可以拿到八億五千萬劑啊 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因為國台辦曾經講 說臺灣藥 我們可以給你這個什麼國藥科興或是BNT 老共講說這個話 講話日本趕快就給你AZ疫苗啦 一百二十四萬劑不夠 再加一百一三萬劑不夠 再加九十七萬劑 美國馬上就兩百五十萬劑的莫德納來啦 老共如果不需要給你 他們每日會這樣嗎 很好啊 對臺灣來講多多益散啊 馬上就講說我們明後年要進口 各一百五千五八萬劑的這個莫德納 為什麼 你那個BNT對不對 還上海復必泰 上海復興總代理 我就從美國進來也很好啊 我覺得都好 有競爭都好 尤其大家都要對臺灣好 都很好 我覺得也不排斥啦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我昨天講過 今天再講一次 臺灣之所以能夠買到 一千五百萬劑的BNT 北京不但沒有阻擋是幫忙的 全世界現在做疫苗幾個大廠 Johnson 對不對 AZ 還有這個莫德納 有沒有老共阻擋 沒有嘛 我們買到了沒有 沒有嘛 你買到了多少 進了多少 沒有啊 那為什麼BNT可以給你呢 而且大家已經從十月開始 陸續進來了 為什麼呢 你認為北京主黨你進得來嗎 當然沒有主黨嘛 他主黨的話 你根本進不來啦 同樣的擺嘛 要不然說你說勞共主黨 買不到BNT 那你其他沒有勞共主黨 你可以買到啊 美國會幫助你啊 進口多少 沒有啊都是人家送的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